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是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在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 恒指今天高開了29101 一高開就已經是全日最高位 因為它是處於跌市周期 因為未估計道指是日線55轉折 昨天已經是55轉折 所以處於跌市周期 所以一高開就立即跌下去 看看它的周線 周線高開的位置就是13MA以上的位置 看到13MA是29,090 今個星期最高位是29,1801 所以就觸發了沽滑 在13MA以上就是被沽滑 暫時看看 它的STC方面還是處於死叉的狀態 所以暫時看得太好 但IG的用戶看得比較好 看到IG的用戶是有79% 都是看好的 它們有時候就會看錯 有時候就會看錯 只能夠這樣說 如果是根據我數的浪 就應該 看看月線圖 它上個月收到3MA下面 上個月收到3MA下面 就是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這個月可以試5MA 即是28,310點的位置 純粹是在這個月線圖 陰陽速只知道了 今個月可以試28,310點 就不能夠知道究竟是 在這些位置 究竟有沒有支持 或者是會不會收到下面 或者去到下面會不會有支持 反彈上來做陽速 也不知道 只知道一件事就是 可以碰到5MA 暫時還沒有碰到 所以 應該也有機會 星期五 看看會不會是星期五之前碰到 看看現在走什麼浪 這裏是日線圖 這是今年高位 下跌5浪 1,2,3,4,5 做了1 然後做2 3,1 3,2 3,2 反彈了3,1 接近0.786 看看5小時圖 那之前 之前擺放的價位 就是 猜到這些位 主要是因為 用了這個 去猜 因為之前也說到 一個反彈浪 如果去到0.786 反彈完的機會很大 反彈浪有時去到0.618 就轉向 有時0.5 就轉向 如果去到0.786 很盡 之前就放這個位 上兩條片 應該是 放了去大概 這個三浪椅 可能會去到這些位 最後就差一點點碰到 就算碰到 也應該收不到在上面 這些位是 看探最後的防線 29,132 如果 收到在上面 這個 收市價 5小時圖 收市價在0.786 就是29,132 上面 可能真的要走 看淡 就要走 因為如果 收市價 都收到在上面 很可能會 升穿這個頂 但 結果就是 收不到 結果就是 碰到碰不到 然後就轉向 看看 反彈浪裡面的結構 反彈就分成ABC 我就不說AB 就是 這裏 這裏是A 這裏是B 這裏是C 這裏是C 那AB我就不說了 就是說C的部分 C1就是 1 2 3 4 5 那就是C1 或者30分鐘圖 然後 再清楚一點 1 2 3 3 應該到這裏 4 5 這樣 就是1 2 3 4 5 這樣 這樣 做了1 然後就回套了2 然後這個3就是 1 2 3 4 5 這樣 這樣 這個4就跌得比較少 但是因為假期的關係 就是 假期都比較長 所以就 假期一 假期完蛋之後 他就直接 出了5浪的位 這樣就完蛋了 勉強都是可以數到 1 2 3 4 5出來的 那 就 跌穿了4 就很大機會 都是完蛋了 跌穿了4 很大機會完蛋了 那 還要收到下面 就是這個 收市價 收市價 收了 在這個 這個 4浪 最低位下面 這下可以確認到 那 用IG 就會是 再早些知道 那 暫時看 暫時看 看看 現在行什麼浪 那 如果是3 的1 做完 3的2 做完 3的3 經過量度就是25,700 現在有可能 如果根據我這個數法 就算是25,700 那 就 看看 他 用IG 看看 看看 IG 這個是4小時圖 那 這裡做了一個 ABC反彈 ABC反彈 裏面 的 結構 B 之後 就 C C 有分五浪結構 看到 1 2 3 4 5 1 2 3 然後 4 關鍵 就是5 因為5 一做完 C 就完 了 所以今早在這些位置 就是 要 當時就要進去這裏 去看看究竟這個 5是完了沒有 以及它的反彈是去到哪裏的 要進去 30分鐘圖都未必看到 還要進去15分鐘圖 就看到 15分鐘圖就看到 五浪是怎樣的結構 15分鐘圖 先拿開這個 1 2 3 4 5 3 4 5 就出了 就是 最後那個C5浪的結構都出了 全部出了 出完之後 他就出了一堆音竹 基本上出完那些音竹 就 都確認到 當然想要更加確認就是 讓他這個 反彈 不應該收回 要看 那個 還有要走完這個C5浪之後 要看他這個浪是否一個 五浪結構 要看他是不是一個下跌的五浪結構 這個就要再進去 十分鐘圖看才行 還不可以 好像要五分鐘圖才行 要入到五分鐘圖才看得清楚 就是這個位 這裡就找到了 這個就是29200多的位 這裡就出了一個 1 2 3 4 5 他有個五浪結構 就是最少最少都會有一個 A B C 可能最少都會有一個 A B C 大概是這樣 當然也是1 2 3 亦都是這樣走的 就要看他這個反彈 就是 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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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要看他這個反彈 就是 到這些 到這些位置 就要看他 看他這個1浪跌下去 然後做出來那個2浪的反彈 去判斷他究竟是不是一個 下跌浪 還是一個 還是還有一個破頂 可以用0.764或者0.618都可以 如果反彈 站得穩 0.618 或者再保守一點 站得穩 0.764 即是29200 那些 就是 看淡 就要走 他可能會破頂 如果他反彈 反彈得這麼高 的話 尤其是穩 可能會破頂 但最後結果都沒有 結果就是 反彈到50%的位置 已經站不穩 開始做個2浪 即是說 1浪 然後這裏 是2浪 2浪大概是一個 即是順勢平台浪 大概是一個 A 接著是B 接著是C 2浪的終結應該是這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早些會知道 這個位置 如果不然就要看這裏 例如5分鐘圖 看到他這樣一跌下來 反彈再破底 基本上已經做了一個 移動阻力在這個位置 即是說 除非他之後站得上這個位置 5分鐘圖 他的收市位 收市價站得到在這個位置上 這樣才會是 即是不看淡 不看淡 但結果都沒有 結果都是 這裏 最高位都沒有升穿 也沒有收在這個移動阻力之上 也沒有收穿在這裏 後面也是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可以知道 這裏 也沒有收穿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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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可以知道 可以在這裏 早一點是看淡 這裏 太太已經走到單邊 現在走到單邊 可以用4小時圖的5ma 去做一個離場位 因為現在可能是出一個 大規模的浪 大浪 這裏 就有機會 因為ABC ABC就是反彈 反彈過後 也會跌穿這個底 其實現在是看跌穿這個底 當然要排除是數錯浪 我們都要有手 如果是他站穿這個4小時的5ma 如果是一個跌浪 應該會跌穿這個位 跌穿這個底 就是27500的位 才有可能有支持 然後又站穿這個5ma 4小時圖的5ma 所以現在 其實 當然如果他在這裏 這樣 原來看錯了 原來是這樣 上回去 他 轉身這下 也會站穿這個 4小時圖的5ma 很簡單 就是 今早在這些位 他在做一個下跌的一二浪 就是這裏 在這裏已經是看淡了 然後看著他跌穿越急 越走單邊就越好 用4小時圖的5ma 看5ma就可以了 因為他很少會突然間 一下又上去升穿很少 再加上 尾股是有一個 大的轉折位 所以應該都是直落 就是 就是 順著個小 現在就是 等他跌到多少 他到時會告訴我們 他跌到這裏 如果真的去到某些位置有支持 他會站穿這個5ma 收回在5ma上面 然後再回套這個浪 可能下跌到這裏 先收回 找個5ma 都可以 這個不知道 如果跟回剛才的圖去看 可能現在就去25700 那些位置 根據這個圖 正在走過 三浪三 正在去25700 這個位置 如果是 即是說 只要4小時圖 沒有收回5ma上面 沒有站穿5ma 都可以一直看下去 看到他去25700 那些位置 如果想 找一個 實質的 實質的 數字 哪裏有個支持 當然也可以 可以用前面這個 調整浪 跟後面這個 調整浪 有機會 有個比例 所以用這裏 量 就會得出 那個支持 有機會是 27840點 如果這裏 不是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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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音速 可能 到這裏 有些反彈 才再下 那就可能 在這裏 就是27840 這個可以留意 如果這裏 要跌穿 的話 就可能會過了這個位 例如3.618 就是273 甚至乎4.236 就是27050點 暫時 這裏小時圖 都有 可能有個一二浪 這個 都可以看一看 參考 這些比例 28272 如果有人覺得這裏 純粹是一個 色套 就是ABC 後市 又會上去 都可以在這裏 部署 可以在這裏 28272 就是1比1 比例 比如這裏 是一個色套 這個是535的色套 可能在這裏 轉向 28272 也可以看 1.618 就是27965 27965 這些都是量度的比例位 也有機會有支持 要留意就是 我們做交易的 做交易的 就不要說 數什麼浪 就跟著自己的 數法去做 通常 一數錯浪 就做錯了 所以就 跟回移動支持 移動阻力 去到判斷 就會比較好些 比如說 小時圖 這裏 有少許明顯 是有個1 2 3 4 5 首先 它沒有收在2浪的上面 也沒有收在4浪的上面 趨勢還要向下 當然這個是小時圖 也可以看看這個浪會不會隨時結束 這個浪結束會收在這個浪裡面的移動阻力上面 看回15分鐘圖 這個浪的移動阻力就是 ABC反彈 跌浪由這裏開始 移動阻力就是在這裏 然後在這裏 然後在這裏 要注意就是這裏有升穿過 這裏有升穿過 這裏有升穿過 這裏有移動阻力的 但是它沒有收在上 沒有收在這裏有移動阻力的最高位 上就是沒有 所以繼續看淡 移動阻力已經去到這裏 看到也沒有收在上面 然後移動阻力就大概到這裏 透过这样跟踪着这个移动阻力其实到这一刻还是看淡的 也不会指舌也不会指赞 可能有机会是用这个方法尽量吃光整个浪都可以 当然这个就要自己学习如何去用 如果他去到某些位置有支持 首先他会出羊竹 首先他可能出一只羊竹 然后可能又出多一两只阴竹 移动支持就会在这只羊竹 然后稍后他站在这只羊竹的最顶位上收市 看淡的就要走 就是这样 暂时未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看淡的都未需要走 看到如果他突然间出几只羊竹 收在这只羊竹的最高位收市 站在上面收市 看淡的就要走 这只羊竹的最高位收市 这个方法是可以把整个浪捕捕捕 日线方面它曾经收在这条的 这条应该是55 这条是89 89是这条 留意这两条MA 它曾经收在89下面 意味着它是想将那条55 拉在89下面 这条反弹纯粹是因为 这两条MA是比较慢 因为它是比较大的 属于日线图 日线图55和89是比较大的 MA 它很少一下子落到收在下面之后 直落这样就比较少 有机会有反弹 所以这个反弹就刚好 反弹到接近55 接近这条55 现在它又收回 89下面 一直落 就是将这条55 拉穿到89下面 就会做了一个死差 即日线55和89 这两条MA 到时就会做死差 当这个死差做完之后 它要站稳 在那条55上面 才有机会转好 否则它刚刚死差完 有机会 再把两条MA拉开 死差完之后 它都要拉开 拉开那两条MA 如果是这样看 如果是这样看 可能来到几个月都会 跌小 如果是这样看 因为看到金差在这个位置 55和89 金差在这个位置 做完一个升浪之后 就要做跌浪 去将这两条MA 做死差 是时间比较长 看到这个 金差做一段时间 然后周期一到 死差 死差也有一段时间 才有了金差 所以暂时 股市方面 未是太乐观 除非它4小时图 收回5MA上面 看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跌穿了5MA 但收回上去 未是很确认 因为每个人的 确认一个跌势的方法 都不同 这里连续两支音符 也有人可以用这样判断 或者反弹没有收在1比1 比例上 也可以当它是反弹 反弹的 反弹也可以 比如说 上条片也有说 这里有一个 比例上 或者是 时间上 都有一个 1比1的关系 这里我看到是1 2 3 4 5 6 7 这里 C浪 也是7 7日 所以这里有机会是一个A B C 这样 入一入 5小时图 看看 5小时图 这里是 1 2 3 4 5 这里是4 这里是5 5 5 里面的移动支持就是这里 看到它收市收了下面 所以就 算是可以确认 可以确认这里已经看到反弹的顶 应该就不会再复杂一点 1 2 4 5 当然最好就是跌穿这个位置 因为这里是4浪 因为怕它5浪会延伸 怕它5浪会延伸 怕它5浪会延伸 要跌穿4浪底 基本上确认它这个反弹是完了 看一看 道指的走势 看一看 道指的走势 IG的 用户 看到它们都是 不停加 就是不停看好 可能跌到 27,000 26,000 只会 这个数不停加 所以它们有时的指标性 也未必是太准 所以这点就要留意了 看看道指的日线图 暂时第56支 正在呈现阴烛 看看它会不会真的在55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转折 因为55是昨天就到了 暂时来看 暂时也是第55 即历史的位置也是第55支 如果今天收音足 可能下天又收音足 然后就开始跌浪 看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 它也似是在做 因为它里面也有个五浪结构 可能现在正在做二浪 里面是有个一 然后是二 可以很久 或者很复杂 也有机会 但它就等它出个三 二浪是不应该先穿这个位 所以注意 如果先穿这个位 就不正确 就是未见顶 否则也是看它在走二浪 准备随时走三浪 因为这里里面也能数到个 即是数到个下跌五浪结构 大概是1 2 3 4 5 都有的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五浪结构 当然就是回吐再破顶的机会大 有也未必一定是行下跌三浪 未必是行一个大的下跌浪 因为都可以是一个 例如535 535 是一个的 调整浪 然后再破顶也可以 纯粹就是 比较利淡 就不是肯定了一定是一个大的跌浪 开始 现在纯粹就是拼它有个五十五转折生效 拼它这里是有个endender一近奴 这个endender一近奴也跟回那个时间周期 就是这个55日 就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是在拼它这种东西 如果生效的话 而这个的确是一个endender一近奴 就有机会跌穿这个 这个大一近奴的开始的位置 这样的 现在就是 就是在拼它这种东西 看看黄金的走势 黄金的走势稍微有点难看 就说一下短线的浪 就是短线首先它有个指标 就是STC 它是高过前面 就是这个位置 是高过前面 但是它在金价上面 它后面是低过前面 就是后面是低过前面 它也没有说收穿在这个前面的高位 就是它这里差一点才破底 所以就未必说 移动支持未必说它那么正确 因为它要破底 破前面的底 才会做到移动阻力 但是怎么也好 如果它收市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面 就是这个 大概1757上面 1756上面 日线收市收到在上面 可能性就比较利好 但是暂时就 因为短线有 短线是一个相对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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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勉强是数到一个 5浪的结构出来的 这里是1 然后这里是2浪 然后这里是3浪 这里是4浪 然后这里是5浪 现在就似乎在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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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到调整浪的A 这个是 然后这里反弹 是调整浪的B 调整浪的C C分为C1 C2 C3 C4 C5 大概是这样的 主要要留意MA 留意一下 它能否站得到一些MA 因为之前上来 其实每次的调整 都是被MA救回 看到是 这条是34 每逢调整完之后 都站得穩 所以这些MA 要自己留意 暂时每次站得到34MA 都可以再破顶 但是这次好像失手了 好像是失手了 失手了 就是调整有机会到55 现在看跌就没问题 它跌到这条MA就要看好 还有要看收市 会不会收到这条MA上面 如果收市收到这条MA上面 有机会 调整到这条MA 有机会破顶 如果它是调整到55MA之后 收到下面 就看下一条MA 就是89MA 暂时都要看着短线 因为走势方面有点难看 因为周线是属于相对低位 周线是属于一个相对低位 但是它的小时图 又是属于一个相对高位 比如三小时图 又是属于一个相对高位 所以这些位置通常会是 很容易被浪中浪去玩死 就是刚刚所说的小时图 这些MA一定要收到下面 才可以看下一条 如果这条站得稳 看上 站不稳看下 这条也是 站得稳看上 站不下 也是看下 这些MA的用法 看看原油的走势 然后 日线图 就像在走私浪 但是 最重要是不要践穿回 这些位置 不要践穿回 这些反弹的高位 就可以了 暂时 都是 有机会走下去 出私浪 那就看看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正在走日线 级别的调整 比预期践得多 看到它是先一站 小调整 先两站大调整 现在就看它究竟 去到哪条MA会有支持 日线 它已经跌了 第六日音 出第六支音竹 暂时看日线 都像是这条30只MA 它有机会跌到这条MA 只要它没有收市 没有收在下面 就有机会在这些位置转向 看到三小时图方面 也可以用回移动阻力的方法 去判断它究竟走势 是跌完尾 看到这里下来 移动阻力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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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阻力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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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还没有站在上面 要站在移动阻力上 收市 便能够确认到这个调整完成 也可以看一看 再看它小一点的浪 看到它移动阻力方面就是这个 就是它要站在 找这支阻力的最顶位 之上收市 才有机会扭转这个 跌势 今天影片就排到这里 喜欢可以给个赞 还没订阅youtube 可以订阅 也欢迎分享给朋友看 也可以赞回youtube会员 或者patreon会员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